1月的冲绳真的是雨季,这雨一直断断续续地下了一天。 我们从琉球村出来已经下午了,向北开车20分钟,来到了万座毛。 大厅是展示安娜村的一些植物和昆虫,还有可以为拍照打卡准备的冲绳传统服饰。 万座毛以前是不收费的,2000年建了一个大型服务设施,现在也是象征性地收100日元的环境维持费。 停车场是免费的,因为是冲绳的代表性景点,还是很多人来看。 万座毛是冲绳方言,意思就是可以容纳一万人同时坐下的草原平台。 来自于18世纪琉球国王对这里的形容,这个叫法就流传下来了。 万座毛以平台下面的断崖海岸,橡皮岩和湛蓝的海面而闻名。 因为我们是冬天去的,而且又阴天下雨的,所以风很大很冷。 但是这个景色还是很不错的,断崖绝壁,惊涛拍案。 因为是大阴天,海水也不太蓝,比较影响拍摄效果。 万座毛平台上有个几百米的圆形游步道,拍照打卡的地方游客也比较集中。 大概看看风景,拍拍照片,半个小时左右就基本上逛完了。 这是橡皮岩反方向的万座毛海滨,如果是夏天,这里有很多的水上橡木可以玩。 这个海中夫妻岩也挺有名的。 因为太冷了,我们在外面逛了半个小时左右,就回服务中心里去了。 服务点有个很有名的网红美食。 就是这个海葡萄盖饭,普通量是1500日元。 我们又点了一个黄油炸鲜鱼,2800日元。 这个海葡萄盖饭的味道很清爽,还有一些海胆夏天吃应该不错。 这条黄油炸鲜鱼就太一般了。 感觉浪费了一条本该鲜美的好鱼。 还有一家冲绳本地的有名小点信连锁店,叫三室本铺。 这里的冲绳传统砂糖炸面球特别好吃,中文我看有翻译成琉球沙翁的。 100日元一个,有黑糖、椰奶、紫薯、抹茶等各种口味。 这个炸面球真的是太好吃了,我一口气吃了八个。 万座毛作为一个打卡型的景点,耗时不长,但可以吃点东西。 把它与安娜村的潜水和水上项目放在一起玩,还是很不错的哦。 好了,感谢收看,再见。